高血压又被称为高血压病 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其特点是在动脉内的血液流动时 对动脉币施加过多的压力 高血压通常被认为是持续的 当血压超过正常范围并保持在这个范围时 就被诊断为高血压 高血压通常分为两类 原发性高血压也称为原发性或本质性高血压 它是最常见的类型 通常没有明显的原因 原发性高血压可能与遗传 生活方式因素如饮食 锻炼不足 肥胖以及年龄有关 激发性高血压 这种高血压是由其他基本疾病或情况引起的 如肾脏疾病 内分泌稳乱或药物引起的高血压 高血压通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因为它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它会增加心脏疾病 中风 肾脏问题和其他严重健康问题的风险 一旦诊断出高血压 医生通常会采取一系列治疗和管理措施 包括生活方式变化 改善饮食 增加体育活动 控制体重 减少钠的摄入 减少酒精和戒烟 药物治疗 医生可能会开处方药物来帮助控制高血压 包括利尿剂 beta受体节套剂 钙通道节套剂和ase之际等 高血压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通常需要终身管理 定期监测和遵循医生的建议 对于控制高血压和减少相关风险非常重要 如果高血压没有得到有效管理 它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包括心脏疾病、中风、肾脏问题和视力损失 因此高血压的预防和管理非常重要 感谢观看